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历姐说电影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张花心事,事情是这样的,女主和族人生活在远离常人的偏远地带,日常的工作就是仿杀日之杀,她们也有着永恒的寿命,不老不辞,所以也被称为别离一族,终于有一天她们的长生的血脉招来了灭族之灾,国王派遣军队骑着远古神兽飞龙带走了这一族所有的女人,雷莉亚被抓走成为太子妃,而女主意外地被抱走的飞龙带走, 幸免遇难,还在逃亡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生在母亲墙袍中的婴儿,就这样拥有15岁样貌的女主担负起了母亲的责任,幸好女主在一个村庄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大婶和她的两个儿子,大婶收留下女主和婴儿,还给她介绍了支部的工作,艾莉亚在女主的照顾项渐渐长大,艾莉亚也一直叫她妈妈,在这五年间15岁的马奇亚,从不知何为人母,渐渐成为了一名母亲,这天,女主在日之杀上, 看到,当初被掳走的雷丽亚将要与王子结婚,她决定要离开乡下去救雷丽亚,遇到了一直暗邻雷丽亚的克利姆,他们费尽千辛终于见到了雷丽亚,雷丽亚却告诉女主自己怀孕了,已经回不去了,女主只好独自离开,艾莉亚已经渐渐成长为少年,可马奇亚一直是15岁的样子,他们不得不每过几年就搬往另一个城镇, 对外身份也渐渐由母子变为姐弟,随着周围的人形化越来越多,长大后的艾莉亚内心也开始出现了矛盾,艾莉亚知道了她和女主没有玄关系,还有女主的特别身份,艾莉亚对自己和女主的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扭曲,这样她无法面对女主,她一直想保护女主,可是她总会老去无法保护女主, 四母子又死姐弟的两人开始了争吵,最终艾莉亚决心离开母亲,居当守城士兵,二人再次分离,女主也被克里姆带走,多年后,因为梅萨帝国不停的生产武器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之心,周围的国家联合起来打算攻打梅萨帝国,其中还有克里姆,她仍然想着救出雷利亚,而雷利亚自从生产后一直被囚禁起来,不让她见自己的女儿, 而此时的艾莉亚已经成长为了肩负责任的士兵,她的感情早已不只是对母亲的思念,她有了自己爱的人,有了要为保护自己家园而战的觉悟,而此时艾莉亚的妻子即将分灭,看着刚出生的婴儿,女主想到了刚遇见艾莉亚时的情景,她终于明白了相遇与别离的孤独,而艾莉亚也说出了对母亲服役之恩的感激与思念,最终战役以梅萨帝国战败结束,在完工里克里姆找到了雷利亚, 可雷利亚一心只惦记着自己的女儿不想离开,克里姆认为既然雷利亚放不下这段痛苦的回忆,就一块了解此生吧,这时军队长朝克里姆开枪,克里姆负伤离开,在科大尔社下缅怀过去,她一直计划着营救雷利亚,找到女主,梦想重回别离一族,重建安宁的生活, 而这一刻她终于明白女主和雷利亚的感情都已经改变,女主有了自己的儿子,雷利亚一心在自己女儿的身上,终于明白,自始至终只有自己的感情一直停滞,而雷利亚终于走出来见到了女儿,可女儿并不认识她,雷利亚觉得一切不够是自己的执念,纵身跳下高高的宫殿,被赶到了女主和飞龙接住了, 多年后女主再次来看年迈的艾丽儿,艾丽儿已经快离开这个世界了,女主扩着说对不起,女主明白无论生命之长短,长如别离一族千年的寿命,短如小狗几年的寿命,无论各种感情,亲情,幽情,爱情也好,无论如何看待,选择回忆也好,选择以往也好,情感治愈生命都是珍贵的,而这就是情感治愈生命的意义,感谢观看本期视频,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展方,爱你摸摸搭。 感谢观看